哈囉大家好我是皮特芬 好久不見大家 各位來吧 我們今天來玩一款 很多觀眾至少說了快要五次 我在我的靈感筆記本裡面 也記了快要五次的遊戲 叫做清零計畫 好啦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遊戲在幹嘛吧 前面它其實是有一段動畫 它的背景很像是一個墨士吧 然後有殭屍的樣子 那玩的方式也是一樣 大家非常熟悉的割肉玩法 肉哥啊 肉哥玩法 那我們就來稍微的看一下吧 最近開始的角色的話 反正是給我遠距離對不對 槍械傷害加40% 我這裡有什麼東西可以選嗎 好像沒有 然後是攻速跟移速 然後裝填子彈移速加35% 喔那感覺我還可以重置 但是現在也不知道幹嘛 那我們就先選個攻速跟移速吧 這兩個也算是一種加傷害的關係 我還要手動攻擊喔 真的假的它不會自動攻擊 長按釋放神技 我還沒有神技 換彈喔 我也可以換彈 然後Z的話是 喔自動攻擊 舒服多了 那這幹嘛 喔這是狙擊槍嗎 怎麼感覺它打起來比較緊 欸我 它的自動攻擊是不會自動瞄準的喔 那幹嘛 新女神 它會給我相對應的祝福 它給我祝福在那裡 我的祝福呢 移速攻速槍械 欸 看不出來 啊我要去哪裡 聽從它的指引 啊開槍的時候攻速會變慢 喔我看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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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感覺是不是惡靈古堡的樣子 恢復5點護甲 護甲值一滿 喔這個是護甲 然後我的等級現在是2級 它剛剛叫我去哪裡 我完全沒有看到欸怎麼辦 呵呵 好不管 先升級一下容量加10發 不過這是槍械 那我現在拿這個是槍械嗎 是槍械 所以我可以一次打25發嗎 一次打11發嗎 然後是美式居合彈道傷害加40 看這個吧 名字名稱是名稱 然後呢 安東尼奧之杖 可是它不是槍嗎 獲得一件裝備安東尼奧之杖 射出裝備的戰同時 同時事發含命彈道 命中後爆炸 對範圍內的敵人 造成冰霜傷害 但是你給我這個 我們先來上一下 真的是11發欸 哇 太多了吧 可以按Z牽到自動功能 有有有有 所以還沒有去引導 我們就亂走就對了 然後這個地圖 唉唷 不再是那種 唉唷 紫色的 這什麼東西 啊反正先選就對了 比較安靜一些 我只能這樣子講 我現在看不懂它差別在哪裡 如果以這個方式的話 其實有點像是 是最早期顯卡倖存者那個版本 只不過感覺更加的精緻 顯卡倖存者那個感覺就是很快 因為跟吸血鬼一樣 就是跟吸血鬼那個時期 然後馬上就給它推出了一款 先看一下這什麼東西 蛤 喔 弓箭 然後呢 這個是打20 18滴 它很像穿透會減傷對不對 喔穿兩個就減傷 那如果是狙擊槍 等一下再換一次喔 八八亞嘎 每射出個子彈移動速度加0點 我最高提升40% 裝填子彈史重置 那很快就沒了 攻擊速度加30 發射彈道時 分差為三個分裂彈道 分裂彈道原本35% 那不用想了 就選這個 呵呵呵呵呵 不然一發實在是有點痛苦 你知道嗎 沒有打好就沒了 然後我還要去哪裡呢 這個遊戲很像是可以多人連線的 是不是 啊這什麼技能 喔應該是狙擊槍啊 只是因為我現在有多彈道的關係 所以可以這樣子一口氣受三發 可是有比較香嗎 反正我現在就看著顏色選就對了 第一局嘛 這個所有遊戲都是最一開始的最好玩 當知道這個遊戲要怎麼玩的時候呢 就會有需求 有需求的時候呢 就可能沒有那麼香了 欸這算是人生嘛你知道 喔機槍 喔攻速很快 我的子彈很多 這個多10發感覺就沒有那麼香 因為本來就有70發子彈對不對 可是他不能夠穿透欸 可是他打很快 不知道他CD多久 他裝填有1.9 好換回來 目前覺得這個比較香 反正都是紫色嘛 紫色的話我就選一把我想要的 他會穿感覺很爽 還有嗎 這該不會真的有地圖吧 真的假的 然後升級現在5等 唉唷有了 是不是開始選擇困難的 看到他天賦卡片了嗎 最省事的就是一盯著兩個標籤猛選 喔了解 然後呢因為相同標籤的天賦 更容易合出牛逼的技能 就是超5 那我們現在可以查看自己擁有的天賦 和你身上的標籤總數 戰鬥過程中 也可以隨時這件TAB查看 OK 那沒有意外的話 還是先選原色吧 獲得一件馬桶 朝前方設置一連串 木名的彈道馬桶人 是不是 對連串的冰霜傷害 每攻擊持續3秒後 冷卻4秒鐘 彈道詛咒20發 喔 但是裝填速度-25 現在先不要 裝填速度加40 都是槍械 然後這是彈道 喔這是我現在的天賦是不是 好啦想玩一下這個職場 這三小 這是什麼東西 從原本我想說 喔這個遊戲感覺就是 像之前的武器大師嘛 然後這個是槍械大師 然後看到這個東西之後 很像突然沒有那種感覺 喔我還真真的是地圖喔 喔唷 釋放神技 神技還沒出完 然後咧 這是新的地方 這也不能撿 然後我們現在撿東西 然後是射手步槍 好還是先換回來 之後再說 然後這個棋子可以幹嘛 回復5點護甲 我的護甲子還是滿的 但是對啊 我拿著槍 但是這裡都是中世紀的人 我其實沒有看那麼多 我只是簡單瞄一下 看到核彈爆炸 然後他被救了 感覺應該有穿越的部分吧 如果到時候有的話 我們再來認真的回顧一下 他的劇情到底在講些什麼 哈哈哈哈 有寶箱 綠色先不看了 只是手槍而已 不管 護甲我可以被打打看嗎 喔喔 你看就是要被打一下吧 哈哈哈哈 注意吸收護甲值 反正就是有護甲 然後有血量 血量的話會自動回復 護甲的話不會 不然的話就是之後會有一種 那個護甲會珍惜 什麼血量越低傷害越高 但是我會用護甲的方式 讓我自己活下去 之類的東西 應該是應該是 然後我就會被怪物包起來 不是啦 這裡怎麼那麼爛 好升級 再一發 升級的時候他會把怪物推出去 然後是 容量減速 他不會低於1 倡切傷害加65% 獲得一個招喚無人機 無人機 然後呢 穿透跟箭矢穿透加1 以他發射彈道攻擊敵人造成 先來穿透一下好了 在這種遊戲穿透最重要 可以開始第二部了 這是威爾森王國 三年前曾經有一場 瘟疫 喪屍 瘟疫 他動畫也跳不過 就來看一下 不過沒關係 最為禍手就是藏在這個祭壇裡面的三位惡魔 解決掉他們 就可以來這裡解釋一切 所以就是要打三隻狂 怎麼感覺 是這個城裡面在保護一隻王 然後後面也保護一隻王 所以我要幹嘛 六級啟動祭壇 蛤 請大家趕快前往協助 這個是多人的時候可以玩嗎 啊我現在要幹嘛 怪的 王咧 喔來了來了來了 不是有沒有可不可以滾 不能滾 他會擋我的子彈嗎 欸會耶 這個麻煩的小東西 然後我們的穿透非常的不足 喔所以就在這裡生存就對了 最後一發子彈必定暴擊 所以我如果我只有一發 他就要分手吧 等一下要 彈道消失時會往 產生往回的分裂彈道 分裂彈道回緣 好不管 就是九發了嘛 哇操 已經在15滴 剛剛那怎麼閃 你跟我說我可以離開這裡嗎 喔不行不行不行 哇這距離會越來越小耶 不是吧同學 然後這個 等一下這是不是第一關就是要你輸 這感覺就是要你輸吧 除非這怪物會越來越少啊 不然 這等一下怎麼打你跟我說 屁啦我都已經 不可能不可能 這根本就是沒有你活的意思 而且他彈道的部分 還是用柱子可以擋住 還是我離遠一點不要走太近 走遠一點 走遠一點啊 對啦走遠一點不要走那麼近 可是他剛不會把他的柱子打掉 喔這個石頭怎麼那麼煩啊 然後我又只能在這個圈圈內 圈圈外又沒有人 突然覺得好孤單喔 然後呢使用原始力 原力額外控制一把槍械造成原來30% 失去武器時可以按1切換此槍械 暴值率加5% 暴傷加50% 容量加15% 其實這個還不錯 但是我們先來個這個 可是有沒有第二把武器給個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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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他現在有現在有 等一下 還好還好 靠近也可以靠遠也可以 剛剛中間距離反而不好閃 然後我們這個馬桶很像有一點好處 欸至少現在不是只有一個人 然後那個柱子撞到會扣14滴 小薇小薇 小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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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行啊感覺 沒有很 沒有 immunity 沒有安靜 好 簡單來說就是左手控制右手滑鼠控制位置 移動速度很重要老樣 哇靠 移動速度真的很重要 是啦應該沒有怪的才對啊 這類型的遊戲不都是只有打王的時候不會有怪嗎 打打也都這樣 還行還行我們現在已經喔 完了打掉散掉散掉 這一隻就這麼硬喔真的假的 應該是我前期天賦沒有選所以才這麼噁心 不然感覺這種東西應該就是秒殺才對啊 好像是把自己的怪物給打死 然後是槍械升級冰霜傷害暴擊傷害加25% 槍械傷害加10%變成火焰傷害 穿透加3詛咒容量低於10%不會 喔可以重彩一下看一下 喔有了 每擁有一個不同的牽條 所有類型傷害加3最高提升是1 2 3 4 5 6 7 7的話21% 嗶嗶嗶嗶嗶嗚超迷4秒5 可能火焰傷害無人機算先選這個 所以說其實是我的彈 我的那些選太多了是不是 因為我現在都是選顏色嘛 我還沒有刻意選彈道這種東西 對嗎 反正我現在傷害加21%有很多嗎 10滴多2滴 15滴多20%...3滴 有啦有啦可以處理到可以處理到 在祭壇範圍內集帶惡魔 他叫遠古泰坦 他剛剛是把石碑丟過來了嗎 還好他慢慢的 等一下移動速度還是要多選 打Boss的話非常需要 好啦結束了結束了 喔這個盾 彈到你了 還不錯這個反彈 然後這幹嘛 擁有大量戰力,天賦選項加1,這全部都可以選 真的假的,天賦選項 回復血量和甲,深層冰霜猩猩,巨型火球 這我全部都可以選了,真的假的 喔沒有,切換神技 喔所以,喔這個是 才剛開局而已,我怎麼覺得已經有點LAG了 太卡了吧 然後冰霜傷害、槍械傷害、彈道跟閃道傷害 槍械傷害、裝備造成傷害加25% 看一下有什麼 裝備造成傷害加65% 然後槍械射擊速度,射快一點好了 打起來沒有很舒服的感覺 這應該是攻速吧,這應該不是移動的速度 這哥是什麼東西 這9%是什麼意思 其實我可以在這邊一直農嘛對不對 農到最後再去打怪應該就可以了吧 他有時間限制嗎?上面也是有時間啦 但是我不知道他有沒有限制就對了 然後這個王就這樣死掉了 剛剛那個很瘋狂 可是等一下喔 我現在可以換嗎? 只能換一次而已嗎? 喔有有有,還在那邊還在那邊 所以兩個人才可以拿兩個神技 沙漠之音很好 他給我 他是給我一個武器 哇我還是不能選,討厭 我要按1才可以 先按1,切換原力槍 喔這是原力槍的概念 喔,冰魔獲得強大召喚物 冰霜魔像 他會多種手段攻擊敵人 包括寒冰射箭彈道 火拳機甲 射出子彈最後一個人 會沿途生成一個燃燒的火牆 進入火牆範圍內的敵人會受他傷害 所以其實真的是有一發子彈的玩法 我想再看一下有什麼技能 切換子彈時有大概率立刻前裝成功 機尾酒 好啦,玩槍線好了 看看他可以怎麼樣窗 可是他的大概率也沒說多少 其他都會說%數,但這個就不說 我想等這個技能100%我們再走 我想等這個技能100% 想看一下這兩個到底哪個像 剛剛那個是有點瘋狂 73% 這個我都會把馬桶的技能當作是敵人的死蛋 小麻煩 其實還是蠻亂的 真的是蠻亂的 有東西,剛剛已經吃過嘛 我們這邊應該是從那邊走開才對 190連殺12級 繼續殺敵升至12等 然後12等才會繼續下去就對了 我們先等一下 是我有錯覺嗎? 我怎麼覺得我那麼強啊 但是感覺怪物很像沒有變肉的樣子你知道嗎 有12級 惡魔手槍 使用惡魔之力額外控制一把手槍造成越來的50% 失去武器時可以按2 所以我們現在兩把武器 真的假的 然後我們現在有火球了 我想看一下是什麼 喔就這樣 喔反彈回事 那我選這個不用想了 差太多了吧 雖然說那個傷害高 但是清兵吧 還不知道這個遊戲是小怪強還是Boss比較強 剛剛看起來Boss有點麻煩 但是他的回血還給的蠻多 302連殺 所以其實硬要講 可以在那邊一直補血 有沒有地圖可以看啊 沒有 這個遊戲之前也是有demo 然後現在才出乎正式版 然後這邊有位置給我去 移動速度真的要快一點 真的有點慢 還有這個遊戲不會自傷 如果他會自傷的話已經結束了 哈哈哈哈 呃...2 好 欸等一下 我是換錯 消音手 消音手上是最一開始的 一個是元力 一個是惡魔 嗯 他不是說單純給你選的 這個是Boss 射擊啟動祭壇 這是入手金 怒風 哪裡 巴風特 我能開技能嗎 現在不行 我剛剛把技能開完 別急慢慢來 第一局應該說不定會很硬 然後槍械傷害加65 減15發 呃...槍械傷害 剩射擊速度 母胎Solo 等一下 哇這個遊戲的IDE 哈哈哈哈 這是台灣人做的嗎 看他這個翻譯的感覺 感覺有種台位你知道嗎 哈哈哈哈 不然就是可能不是台灣人做 但是翻譯是台灣做 對啊那個台位有點重 台位有點重 呃...行嗎 第一次應該比較... 喔好吧 還說比較正常而已 這個風... 好啦不能碰 小麻煩 還好這個火焰不會搞人 如果這個火焰會搞人就好 就危險 欸有冰了有冰了 我也會放 他其實只要一直在上面我就完了 一滴不剩 剩於百分比越低 發射子彈傷害越高 最低提到85% 那就選你啦 不用想太多 彈道下降40%的移動速度 其實不一定是一件壞事 我覺得 但是有金色的不選 還不知道 現在的話 什麼都不懂就跟著顏色跑 如果他是RD他就會騙 可是應該不會像RD那麼兇慘 走出一點點他就會開始縮小 喔這真的是好殘忍喔 對嗎 這種處罰機制 還蠻過分的 喔放在其他邊的子彈 完全不會結束欸 對啊不會到底 可以嗎可以嗎 別急 喔 小麻煩 這個什麼 三個龍捲風 不對 只是三個毒 沒有怪就沒事了 沒有怪的話其實他蠻弱的 有怪比較麻煩 剛剛那個會召喚那個石柱 來砍進 砍 彈子彈 也是偏麻煩 745滴 我的活動怎麼了 完蛋 我怕等一下一直咳嗽 召喚一個無人機爆炸 召喚迷你海盜 召喚戲的吧 然後召喚戲的 冰霜護殘 再看一下 迷你海盜炸頭 攻擊速度 好啦 所以子彈速度跟攻速真的是不一樣的東西 對啊 應該是 對啊 不一樣 現在感覺槍攻速確實有變換 然後再來是裝田 那這個遊戲就跟那個 之前玩那個殭屍那款很像 其實他也是殭屍嘛 只是不同時代 一個是現代 一個是古 中世紀 好 升到18等 又有掉落了 我們先來剪一下 切換神技 自身中心爆炸 這什麼東西 喔 就這樣一下 好 等一下再看 重置天賦 然後 這到底什麼 這次就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選 只有這樣 還有一個天賦是 暴風雪 這個是金色 炎蒂 艾絲是不是 好 喂 怎麼突然那麼多 等一下再去吃那個 先把這兩個技能都看一看 感覺怪物也跟著變強 應該說我變強的幅度怎麼 我只是增加他打範圍的量子而已對不對 使用神技時立刻裝填所有彈道 這等於是另類的會減少我這個一滴不剩的傷害 可是我會射更多 冰霜傷害 再玩一下 大幅提高槍械擊退強度 裝填速度加 然後雞尾九 無人機 好吧你都這樣子了 裝填子彈時呢 滑鼠會朝位置對一個燃燒瓶 它會像射彈道命中後爆炸 再玩一下 分手炮 看一下 我們很快就打完最後一發了 14發就有最後一發 如果我的裝填彈道快一點點的話 我就把那個詛咒選一選 然後只剩一發 就代表說我每一發都會爆紙 可是我覺得我現在裝填好慢 我這樣選的話一定會死 這個應該是後期才能玩的 現在玩的話會爆掉 還沒93% 快了快了快了 十字弩等一下再說 剛剛不是選很多紙裝嗎 現在懂了 他就不給我紙裝了 36 這個會擋我 小麻煩 有了 暴風雪 這個暴風雪 很像花很多時間喔 不是很妙喔 可是他持續時間很久 也沒有說到真的久啊 其實這樣講的話 我覺得原本技能比較好 冰霜傷害冷凝減速效果 再重甩一下 重甩的東西是不是很難得啊 攻擊速度 所有類型傷害減25% 選你 好 切換神技 好啦 就你就你就你 有攻速 不選攻速 實在太對不起我這個人了 升至18等 每次剛好看完 差不多等級就快要到了 再升一等就可以了 其實也15分鐘 真的 等下看結束之後會死 335 有怪物死掉 18 小心 不要被咬 17 這個遊戲不用過去吃等級 這點還不錯 呵呵 不用吃經驗值 槍械傷害 裝填速度加40 好好好 再快一點 我等一下看看他可以多快 欸還是很慢 還是超慢 好我們該去下一個祭壇了 走吧走吧走吧 他的攻擊距離是不是無限 你可以看到 欸不行 喔有這個距離 蠻明顯的 而且越遠的地方 傷害打的越弱欸 弱超多欸 真的 有了 有了有了有了 換一下換一下 我要換哪一把 換1 好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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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交給他設置了 能換嗎 能換嗎 欸 不行欸 我只能用丟的方式換槍喔 真的假的 這把什麼 攻速 喔~~~ 好吧 看來我還是很愛攻速嘛 雖然說我剛剛選的技能 那個最後一發那個就浪費掉了 感覺這應該會有什麼火箭筒之類的吧 要不然就是魔法啊 召喚啊 什麼之類的 不然覺得這個遊戲還蠻輸壓的 然後下面有怪物看到怪物的重生點 534升級 19等 馬匪 暴擊率攻速加20 有辦法看得到自己的能力嗎 暴率只有10% 槍械增幅所有類型增幅傷害增加 攻速115 裝填只有65% 算了那沒什麼差 然後這是什麼 突擊步槍 攻速也是超快 那換一把吧 天下武功 無間不摧 微快不破 喔好像把那一坨打掉了 但是 好啦我們還是去追一下吧 能不能 就不能夠再多拿一些武器嗎 欸我剛剛沒有去睡床對不對 完全忘記睡床 其實我按照這個火力 我應該可以把這座拆掉才對 反正無限子彈嘛對不對 一萬兩千多滴 哇 那要幹嘛 喔三隻 喔三隻一萬兩千多滴 真的假的 然後我又不能離開這裡 我突然覺得 小微小微 哇操 哇操 我被打飛 我突然覺得我剛剛應該選穿透的 穿透多1 那個傷害就差很多 9000多 有一隻9000多 別別別別別 還有這隻弓箭手 還好 喔雖然說攻速 攻速很快 小危險小危險 別別別別別 還好這個怪物不是碰到就受傷 我們可以溜他就沒事了 剛剛是三把武器同時在換蛋嗎 有沒有那麼準 9000 8000 9900 8200 慢慢射慢慢射 不急 不急不急不急 結果我就分裂 喔 你掉就掉 還往前衝一發 6 蛤 什麼意思 他往前噴 還會往前走一段 其實老實說 等一下還蠻危險的 一個人真的有點孤單 6000多 趕快先死一隻拜託 喔 20等 爆擊時 我有10% 我攻速那麼快 是不是就可以一直爆擊了呢 該不會有上限 不行 1000 喔 喔 遊戲 欸這個太無恥了 這個控制控制超久 喔 沒事沒事 剩一隻剩1000多 700 準備 300 倒一隻 倒一隻 嚕嚕死掉 還有呼呼跟嘟嘟 這什麼名字 欸 欸等一下 欸不是 剩最後一隻一個距離的 不要吸 喔我剛剛是被吸進 去了 喂喂喂喂喂喂 大概簡單說我剩最後一下 第一次打完應該就結束了 哇這個遊戲的難度設置的這麼剛好是不是 200 100 好結束 正常來講的話呢 我應該還要把其他怪物打掉 對 根本沒有結束 等一下 太嘲諷了吧 剛剛那個離開方式是VR嗎 我在哪裡 好啦我們認真來看一下 卡皮巴拉 英雄你回來了 我是卡皮巴拉 等等 你是那個什麼玩意兒 原本來說我不是個玩意兒 配愛我時刻的天使 復活不凡之人 幫他們實現願望的天使 真的嗎 願望 對的 感謝你幫我清理掉祭壇 都有那些惡魔 但是瘟疫又反復的一樣 所以新的祭壇被建立起來了 所以可能要再麻煩你一次 可能要麻煩我無數次吧 然後呢 不過這次如果成功的話 我可以便實現你一個願望 比如復活你的女兒 復活 那我怎麼可能只復 然後呢 實現契約 願望契約 帶他走那戰鬥變會開始 蛤 喔 喔這是我聲音 所以說解鎖新內容 這是我的角色 王牌特工 領取 蛤 喔這下一隻 男主老金 他的能力是老警官 然後是槍械 武器只會開出槍械 槍械40% 然後是角色通光 張傑典獎完美換彈 槍械只會開出 武器只會開出 裝填子彈石 等一下 槍械傷害 喔不同職業是不是 不同的天賦吧 裝填子彈石 如果在正確時機 一點擊攻擊劍 哇還要 這應該有點難用 能瞬間裝填 並提升機械傷害65% 槍械傷害65% 所以如果夠好的話 全程都完美 那就很神 然後是 武器只會開出槍械 裝填子彈後呢 射錯彈道會升級 可能升級為彈射彈道 喔 然後持續兩秒鐘 然後是裝填子彈 實現越長 彈射的次數越高 反而要越慢才對 然後呢 角鬥士只會開出近戰武器 每擊殺250名敵人 可以獲得一名獎牌 每一獎牌 還可以提高5%近戰跟10點生命傷害 生命上限 然後是造成傷害時呢 會累積怒氣值 近戰傷害隨著怒氣值提高提升50% 怒氣擊滿時呢 將會受到下次傷害為1 然後重置怒氣值 OK 就是怒氣然後就不要動了 對 不要被打倒 然後就可以 傷害就很高很高很高 然後是武器開箱只會出近戰 近戰武器造成傷害時呢 會累積一樣怒氣值 怒氣值滿時會進入狂暴狀態 8秒鐘 屆時移動速度提高 攻速提高 但承受雙倍傷害 狂暴結束後呢 重置入狂後 有點像是會受傷的蠻王 喔 這全部都是主角嗎 很像不是 這是那個吧 英式路那個吧 彈道飛行時間段所造成傷害 限彈牆 愛心形移動 受到傷害你的周圍敵人 角色這麼多喔 真的假的 那我們就看情況囉 如果這個遊戲有起來的話 我是不是就可以 哈哈哈 所以說還可以做什麼 再來是圖鑑 圖鑑的話 以角色的武器會在後續遊戲中出現 喔 我們剛剛最多只有拿到紫色 而且 不行 喔這是我解鎖那種 所以我剛剛有加特林火箭炮 火箭筒 物理學聖劍 喔 然後神聖劍刃 他也沒有說能力 對啊 他這個東西就只是這樣寫而已 所以要玩了之後才能夠知道 不過大致上能看得出來 這個是攻速很快 這個的話也是攻速很快 然後是攻速 攻速沒有那麼快 但是範圍跟功能 功能是什麼意思 靈活的話應該是 煥彈的速度吧 對不對 那 好 這是什麼 輪椅 靈活 還是靈活是移動性 武器不會進行並且通關 不進行任何武器攻擊並且通關 這是故意的吧 單局殺超過3000個感染者 單局 所以我剛剛只有1911 不失去任何新武器通關 OK 然後神技的話是 塔克夫地獄 然後我們剛剛水上飄也是沒選到的 然後吸引流之主 這應該就是 後面的技能 可是 喔這個有有有有 需解鎖的內容 我這邊不是已經解鎖了嗎 為什麼還會在這裡 對啊蠻奇怪的 然後天賦是 喔我們選技能的東西 哇 真的假的 這也太多了吧 隨機獲得一到三個天賦 回到未來 魔防你 他碰撞敵人會造成效果武器傷 也是維持碰撞 按G可以快速到回他的位置 並且在每10秒左右都使用一次 就艾克嘛對不對 無盡輪迴 靈魂狀態下持續可持續時間延長 1萬趴 拿破了 範圍攻擊後會原地釋放一次相同的範圍攻擊 造成原來傷害的55趴 到神經醫生了命中後會分裂兩條 分裂彈道為原 喔我剛剛就 所以我剛剛就選到一個蠻香的嘛對不對 嗨 多了吧 惡魔小飛彈 我剛剛 抗龍猶會什麼 近戰傷害 近戰 當前生命值高於60%的敵人時 必定暴擊 喔如果是秒殺的話 火箭筒這種技能的話應該是很香的 沒錯 然後我們還有排行榜可以看 通關時間一分鐘 這遊戲是不是已經好一陣子了 等一下 這遊戲 所以最多是可以支持三人組隊就對了 兩分鐘 我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升級嗎 我角色也不能夠去提升嗎 這是他的故事 真的耶 那這個我要怎麼升級 完成兩局遊戲累積擊殺 所以這角色都不能升級 就等於是 你就是解鎖而已 然後就去玩這個東西 然後弄完之後剩下的就可以直接開局了 不用想太多 然後我們可以創建房間可以邀請好友 然後以解鎖的內容 序章是地圖耶 真的假的 所以我們剛剛在這裡 然後走到這裡 然後懂了懂了 然後就是更大耶 再更大耶 然後章節內容是什麼 需要擊敗領主撒旦 所以我們等一下打這個才對 然後是感染者 角色類叫多 會出現少量的精英感染者 然後是撒旦會進入終極形態 會出現更多強力精英感染者 可是他沒有說時間了 其實我慢慢打就好 還有無盡模式 存活時間越長 然後沒有等級上限 祭壇可以隨時復活 只模式不支援地圖彩蛋 地獄模式 所有敵人變得異常兇殘 遊戲一開始就非常困難 新增死亡神像 祭拜可以加速遊戲進程 也是兩倍數 只模式不支援地圖彩蛋 所以其實硬要講的話 這個遊戲的地圖只有這一張地圖而已 只有一張地圖 但是如果是三個人玩 這個東西就再說 以上就是這個遊戲 清零計畫天啟派對的玩法 然後有觀眾進來耶 這應該不是開房間的關係吧 應該這應該是 我剛剛開的房間嘛對不對 我先離開了 這樣很不好意思 這樣感覺不好意思 那以上就是我們的清零計畫天啟派對的樣子 如果還可以的話可以在下面留言下 我是PFY 我們就有機會再來看看吧 3 2 1 掰掰 謝謝 你